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俊哥与林姐的频道 这次要介绍的是台南白河林初皮的木棉花矿 木棉花每年大约3月至4月左右绽放 花期大约是两周 今年似乎开得比较早 各位现在就可以来赏花咯 其次要介绍的是乌山头水库的南洋鹰香蟹大道 八田祭司纪念寺天坛公园 以及八田羽衣纪念园区等多个景点 如果您也喜欢这类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白河林初皮的木棉花道 我们从这边看过去 那一整条就是木棉花道了 很长耶 我们现在就慢慢的逛过去 走到这边我们就向右转 各位看这一整条的木棉道 是不是很长 看吧就说还没有满开吧 这里可能再过一个礼拜会开得更漂亮了 今天的风还蛮大的 然后也没什么太阳 记得去年这边的会场好像就在这个入口不远的地方 但是今年似乎是移到后面去了 这边还有人在卖蒜头的卖番茄 各位可以看到这棵树上面 很多都还没有开啊 现在这里的木棉花大概开了六七成左右吧 今年的起点是在那边嘛 跟去年就不一样了 怪不得那边有点管制 看这只牛多可爱啊 还有人在上面摆了三个木棉花呢 这边也有一只可爱的狗 现在我们往后面看 长长的一条 在对面那边也有落雨松 这里还有人排了一个爱心 看完了爱心木棉花之后 再继续往前面走 在木棉花道旁边的就是一整片的香瓜田 走到这里 我们右手边就有一整排的市集摊贩 现在时间大概九点左右 人还不是很多 那有的摊贩呢 也都还没有开 走到摊贩的镜头 这边还有个五分车自行车道的一个装置艺术 蛮漂亮的哦 今年的入口设置在这个地方 跟以往不太一样 我想应该是要让这个交通更顺畅吧 我们现在就往回走 走出来之后 再继续往前面走 走到这里 前面有黄花枫棉木 和苦练花哦 前面这颗苦练花 开得好漂亮 淡紫色的 再往前走 看到左手边还有波斯菊 这一片波斯菊这样看起来 还蛮漂亮的 大家在观赏之余 请记住不要进去踩踏哦 好我们现在再往回走 哇现在太阳出来喽 现在我们近一点的距离来看这个苦练花 淡淡的紫色 非常的漂亮 正在苦练花这边 往前面看 这整条的木棉道 太美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回头走喽 太阳出来之后拍摄果真更美丽 今年的木棉花开的比较早 但是灵粗皮这边呢 还没有满开 所以再过一个多礼拜吧 这边会开得更漂亮 那么这个就是灵粗皮 木棉道这边的花矿 好了那么灵粗皮木棉道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喽 从灵粗皮木棉花道开车前往乌山头水库 大约30分钟即可抵达 入园后即可看到八田雨衣纪念园区的指标 我们现在来到了乌山头水库 这里我们大概有20年以上没有来过了 现在这边还有这种南洋鹰 粉色的南洋鹰 开得也蛮漂亮的 这里就是在入口处的右手边 没多久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车进去看看 前往旅客服务中心的路上 即可看到香榭大道上 一整排的南洋鹰 实在是美极了啦 我们现在进来了到了旅客服务中心 那么那边各位看到了吗 有个天坛 前面就是天坛了 哇还有两只老鹰耶 这里还有这种斗力车 看多可爱啊 上面都是斗力 哇老鹰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先去水库那边看一下南洋鹰 回头我们再来天坛这边看一下 哇前面就是一整排的南洋鹰 这样看就好漂亮了 我们今天来乌山头水库呢 最主要要看第一个是这个南洋鹰 第二个就是刚刚那个天坛 再来就是八田羽衣的纪念馆 我们现在就快走到第一个景点了 那前面就是南洋鹰 在这里呢还可以听到天上IDF战机的声音 这南洋鹰的美啊 也不输昭和鹰红粉佳人耶 也蛮漂亮的 那么在这个香榭大道上面的这些南洋鹰呢 是八田羽衣技师在1930年这个水库竣工的时候啊 把它引进来的 而且亲手摘种 你看现在都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真的很美 然后每年三月间呢 这些南洋鹰呢就会盛开 太漂亮了 这路上都是这个南洋鹰掉下来的花瓣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树的树干 都很粗很大 南洋鹰也非常的茂盛 就知道这一定是种很久 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南洋鹰的花瓣 虽然这里没有青山坪 草坪头阿里山区的游客来的多 但是呢这里的南洋鹰啊 它的美绝对不输这些地方 好了那么 香榭大道这边的南洋鹰呢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了 接着我们就沿路往下走 然后去八田羽衣纪念馆 其实假日带着家人啊 来这边走一走 山山步也不错的 八田羽衣纪念馆 就在前面 它这里写的是八田祭司纪念室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八田羽衣又被称为江南大墩之父 他对于江南平原农田水利是非常有贡献的一位日本人 这个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成立了他的生平事迹与使用过的文物 并详实记载了水库建设当时的情景 看完了八田羽衣纪念馆的一生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往停车场方向走回去了 现在我们要往左边走上去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高度看到前面 最前面那个天坛 然后再来就是南洋英的香榭大道 我们马上就走上来喽 走上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个训工碑 那么这个训工碑是为了134位 因为工程意外还有疾病训职的 这些同仁以及眷属而兴建的 那么在训工碑的正面下方呢 刻有八田羽衣轻传的悼念碑文哦 然后其余三面呢 八田羽衣主张一视同仁 将死难者死亡的时间和姓名 依序的刻上去 这个对于当时强调 祖从阶级的殖民地官府而言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训工碑看了一下之后 我们就到这个凉亭休息一会儿 接着呢我们就慢慢的 往水坝上面走上去 这乌三楼水库真的是非常大 花一天的时间我都逛不完啊 哇我们走上来了 各位看一下 乌三楼水库真的很大耶 也很漂亮 看起来这样 这里的景象真的好美啊 我们现在继续沿着水库上面的步道 慢慢的往回走 下面那一排就是香榭大道上面的 南洋阴了 左前方下面就是搭太阳能游船的地方哦 乌三楼水库这里真的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地方啊 我们现在走到天潭了 但是我们还得找地方走下去啊 前方这里就是直升机的停机坪 我们找道路了 这边就可以走下去了 从上面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天潭的方向走哦 天潭的入口是在那边哦 哇各位看一下这个拉拉车 我刚刚叫它斗笠车啦 很可爱呢 各位天潭的入口是在前面那边哦 这里就是天潭的大门了 所以我们要进去一定要走大门哦 这真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啊 从这边看天潭 真是太美了 这天潭从远处看 就比较雄伟壮观 比较美哦 好了 看完天潭之后 我们就准备开车前往八田羽衣的故居 再去那边看一下 回程经过这南羊衣的香榭大道 依然是那么的美丽 让我们不禁放慢速度 欣赏眼前的这幅美景 我们接着来到八田羽衣纪念园区 那么等一下要走进去看一下它的故居 哇这个园区也是蛮大的哦 蛮值得逛的 进来园区呢要出示乌山头水库的这个门票哦 然后这边呢是每个礼拜三修馆 看到没有这边有个防空洞 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 我们再继续往里面走 哇这里的庭园蛮美的 庭园里有个缩小版的天井漩涡 这可是八田祭司的伟大工程之一啊 各位可以前往西口小瑞士看真实版的哦 这里有一颗南洋櫻 前面这些都是日式建筑 这里就是游客副中心 这里呢就是多媒体展示馆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展示馆内有嘉南大船满百周年的主题展 嘉南平原是台湾最大的平原 在嘉南大船的灌溉下 从原本不易耕作的旱田 成为如今农产丰盛的大粮仓 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当时新建水库的艰辛过程 也可以借由八田祭司使用过的文物 缅怀与感念他对南台湾的贡献 来到纪念园区 不妨进来走走看看 会让您有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的感觉哦 接着我们来到了赤绝宅 目前由鸟挺和果子店经营 赤绝宅属于独栋型建筑 是当时机械系长长城信一居住的处所 后来由担任乌山头出张所所长赤绝信一入住 赤绝祭司的长女林子 与八田祭司的长子 晃夫结婚 成了八田祭司的长席 接下来让我们慢慢欣赏建筑物的美 优优独栋型 这个水性玄米实在舍不得吃啊 日式风味十足的抹茶集合果子 清凉爽口的玄米茶 这日式的建筑真的很漂亮 这边的庭院真的太美了吧 这应该是祈愿中吧 然后这有挂着祈愿牌的地方吧 接着我们再去看看别栋的建筑物 八田羽衣的故居哦 这里就是八田羽衣祭司的故居哦 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一下 要上来这边 如果你没有穿袜子 那就要穿拖鞋哦 这栋也是属于独栋型的建筑 空间形式与次觉宅相似 应配合职位生等 西边增建的房间是八田祭司的书房 这是唯一与其他住宅不同的地方 八田宅在修复前仅存地基 所以规划团队还远赴日本 访谈八田的遗嘱 从中获得许多旧时照片与手绘稿 之后再配合其他历史资料 与周边建物考察 终于完成了八田固居的修复设计 真是不容易啊 好了 参观完八田宇宜祭司的固居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回去咯 那么这一集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